一名阿伯站在屋檐下躲雨 突然一让沙石车失控打滑横扫过来 阿伯激紧的后退一步还是被撞倒在地 再看一次这惊险瞬间 沙石车跨越双黄线 整辆车打痕往路边冲 猛力撞上一旁的一品店 听到刹车声之后就蹦一声就撞进来了 我还以为是打雷啦 从店内监视器看还以为是地震了 两名员工捂着头从椅子上跳起来 惊慌失措的在办公室跑来跑去 拿起手机报警后赶紧躲到角落 28号下午3点多一辆沙石车 撞进南投鱼池一间一品店 一旁多余的阿伯遭到波及 还好只有轻伤 但店家可没那么幸运 不但损失至少上百万元 天花板还掉落 青钢架垮掉 店内商品也全被砸烂 沙石车驾驶酒测值为零 警方出判疑似是因为下大雨 才导致车辆打滑酿货 同样在新竹也发生一起惊悚车祸 机车行驶在山路上 转弯时跨越双黄线 撞上对象驶来的黑色轿车 撞击力道强大 机车骑士整个人在空中转了两圈后 重摔在地 车祸发生在新竹文德路 28号下午证明 黄信骑士过弯时与对象轿车相撞 造成全身两处大面积撕裂伤 右大腿骨折送移后不治 警方呼吁 骑车过弯时一定要提前减速 才能降低车祸风险 记者曾伟祥和孟谦王一德 南投新竹报导 我们要告诉大家 我们有优惠我们中天的网友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我们快点购网站上头 来购买 现在有三种不同的好康组合 购买的时候 不要忘记我们有非常多的折扣代码 可以给大家来输入 可以享有一些优惠好康